数列中有一类特殊的考题啊 叫做递推数列 顾名思义啊 我给你呢 并不是数列的通算公式 更不会告诉你等差或者等比 还不会告诉你前一项和 都不会 我给你的是这个数列的后项跟前一项的关系 比方说啊 我给你说an等于什么呢 等于an-1加3 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每一个后项都等于它的前一项 加3 很明显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差为3的等差数列 对不对 如果我能给你a1等于1 比如说 你就可以写出这个数列的通向公式了 这里面an等于a1第一项 加上n-1乘以d 对吧 乘以3 这个就是通向了 如果我告诉你an等于两倍的an-1 同时还告诉你a等于1 是吧 这时候你就会知道 这是一个明显的后一项跟前一项的比值 永远是2 是一个典型的等比数列 你可以写an等于a1乘以q是2嘛 n-1四方 对不对 好 那这些都比较简单啊 你只要知道等差跟等比的概念 就可以写出它对应的公式来了 但是往往来说 一个比较难的题 他会给的是这样的 他告诉你啊 an等于2倍的an-1 加3 还是a等于1 现在我问你an等于什么 这个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个数列很明显既非等差 也非等比 如果你不看这个3 是个等比数列 不看这个系数2 是个等差数列 但是这个数列明显既非等差 也非等比 那怎么求呢 记住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入一个东西 叫做辅助数列 这块是比较难的部分啊 大家可以去反复看两遍啊 来去理解它 辅助数列啊 怎么干啊 我来构造一个数列 怎么来构造 我可以这么想 我呢 让an啊 先加一个f f是某一个数啊 不知道是什么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2倍的an-1 再加一个f 这个式子 我要求要跟原式相等 其实通过它呀 我可以把f解出来 有一个学名叫做代定系数法 你比如说你解一下它 你可以解出的是an等于2倍an-1加2f-f 对吧 就把f挪过去嘛 那这块还是等于f 所以你知道f就等于3 对不对 因为这个式子啊 这个式算二式吧 和这个一式要相等嘛 所以f可能等于3 所以你知道f等于3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变出来了 等于是an加3等于2倍的an-1再加3 你可以把它乘出来 不放心的话 会发现跟那还是相等的 那我这么列的目的是什么啊 目的是要构造一个数列 现在我要设 有个bn这个数列 bn等于什么呢 bn等于的是an加3 那很明显 bn-1等于什么呀 等于an-1加3 对吧 把n-1换到就可以了嘛 这是个函数概念嘛 b和a就是函数呗 n就是自备量呗 换换自备量就行了嘛 咱们讲数列说也讲了 这个数列本身通向和前向和就是一个对于n的函数嘛 你会发现bn刚好等于它 bn-1刚好等于它 刚才我之所以构造出两个加f来 目的就是为了去构造出 或者说去引诱我们啊 设出这个辅助数列来 那b1可以求嘛 b1等于a1加3嘛 a1加3等于4啊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bn是什么呢 bn就会等于两倍的bn-1 说明什么bn是一个公比为2的等比数列 我们会写等比的通向对吧 为什么这么看啊 其实也可以想到 因为我们要是想把这个an或者bn去掉啊 一定是要想办法把它们转换成一个等差或等比数列的 因为我们只会求等差或等比数列的通向 其他不会求对吧 所以你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个非等差又非等比的数列 想个招把它变成一个等差或等比数列 再去设再去写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那bn就可以写了嘛 bn等于首相a1二的平方啊 就b啊 再乘以q的n-1四方等于什么呀 等于2的n加1四方 那bn是不是等于an加3啊 所以an等于什么 an就等于2的n加1四方减3 哎 此时就得解了嘛 等于2的n加1四方减3 这一套流程啊 就是一个典型呢 给出递推数列之后 去求这个数列通向的一个方法 方法就是引入一个辅助数列 一定要反复看几遍 把它记住啊 考试里面 尤其是比较难的考题 是经常会拐弯抹角的考这个概念的 面